不夸张的说 只要我现在说出一句 双离合牛P 屏幕前至少有10个人 想顺着往线过来打我 然后评论一句 很屈辣机 双离合辣机 似乎已经成为大家默认的了 但是放眼望去 国产车几乎都在用啊 为什么 仅仅是因为 结果简单 不受专利困扰 价格比较便宜吗 确实也是一方面 但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 AT评讯箱的成本太高 自己研发费时费力 专利又绕不过去 CVT问题呢 昨天已经说过了 承受不了太大的扭矩 而且给人一种很low的感觉 那怎么办 双离合呀 换挡多快 咔咔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双离合呢 就是两个手动挡 加上一个电脑 电脑去控制离合器的开关 你上你也行 而且零几年的时候呢 国家还大力扶持过 很多国厂城呢 都向国外的便书商大佬取过金 至于连进什么的 可以去买嘛 就买那大牌的 不差钱呀 那为什么会有很多人喷呢 是因为双离合刚出的时候呢 什么大宗啊 福特啊 都出过很多的事故 什么死亡闪烁啊 这种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健身 口碑都被玩坏了呀 而且双离合确实会存在一些弊端 比如说低速的顿挫啊 或者说堵车路段 离合片容易过热等等 同样的比两个人写出来的字 也不一样嘛 对吧 所以同样的零部件 造出来的变速箱 也是良悠不齐啊 那怎么办 继续优化呗 然后呢就有了湿式的双离合 可靠性更好更耐用 当然价格也就更贵了一点 那么双离合到底省不省油呢 其实理论上来说呢 钢式的双离合 因为船中的效率比较高 不浪费啊 所以是省油的 但是呢 湿式的双离合为了减少问题 加了油液来冷却 这就会影响到船中效率了 也就不那么省油了 果然鱼和熊掌还是不能兼得呀 那么问题来了 双离合到底能不能买 当然可以 辣机的双离合是人适应车 但是好的双离合呢 是车适应人 作为一个格特拉克 六速钢式双离合的车主 我觉得我很有发言权 双离合的低速顿挫呢 确实存在 但是很好解决 你只需要把它当成 爱人一样的呵护 感受它的小脾气 顺着它来 也可以做到不顿挫 或者说顿挫很小 当然如果你有超能力的话 更好解决 人家宝石家用的也是双离合呀 不也没什么问题吗 等等 我好像发现了些什么 你悉心呵护的女神 顺着她的心意来 她还有可能会闹脾气 结果别人用钱就解决了 啊 果然这个世界上的道理 都是相通的呀 钱狗不得耗死